下面我們來看大陸網友爆料的 中共肺炎疫情最新情況 4月9號 網友上傳視頻說 武漢市最繁華的商業街江寒路 當天晚上9點 突然又開始封路 很多看到視頻的網友擔心 武漢第二波疫情爆發 網友上傳的圖片顯示 4月9號 武漢多家醫院門外 都出現患者排長隊的景象 其中一張圖片上的文字說 在無常醫院排隊的人隊伍長達1、2公里 隊伍已經排到了四美塘路口 4月9號 網友上傳的一份 四川省防疫指揮部的文件顯示 四川正在增設集中隔離點 全省總共要增設5萬2千個集中隔離房間 其中成都市要增設1萬間 武漢解封的第二天 網友上傳視頻說 4月9號 武漢紅山區光谷步行街 有數十位商戶舉著標語遊行 要求免租一年 部隊伍 我們開始支持